原标题 1976年 为何宋庆龄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拂袖而去 宋庆龄是一位出了名的好脾气 几乎没有人曾见过他因何事生气 但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 一向温文而雅的他为何大发雷霆 宋庆龄被中共尊称为宋庆龄先生 孙夫人 被周恩来誉为国之归宝 中国官方评价为伟大的爱国主义 民主主义 国家主义 共产主义战士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相识 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 当时的宋庆龄已经深刻的认识到 周恩来是一位才华横溢 有着卓越才能的领导者 此后宋庆龄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在1936年 一名美国记者找到宋庆龄 希望可以通过他的帮助 让自己顺利前往陕北进行采访 宋庆龄知道这一情况后便修书一封 送到了身在延安的周恩来 这才令这位美国记者顺利到达延安 而后在七七事变后 周恩来前往如山同蒋介石谈判 在途经上海时 周恩来特意在此行礼 为的就是去拜访一下身居上海的宋庆龄 而宋庆龄也是在门口迎接周恩来的到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 在江京指使下 上海的造反派指宋家是资产阶级 故把宋庆龄父母的坟墓毁坏 并对宋庆龄进行迫害 令宋庆龄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 在周恩来提议下 毛泽东批准了一个一份英语保护的干部名单 主要包括高级民主人士 和国务院各部委官员 宋庆龄被列为点名保护的第一位 名单中点名的保护人物包括 宋庆龄 郭默若 张世昭 陈前 何湘宁 傅作义 张志忠 邵立子 蒋光奈 蔡廷凯 沙千里 张希入 之后补充李宗人 文革结束后 他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 愤怒的痛使中共建政以来 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 表示自己的不满 周恩来亲自写下了一份保护名单后 在名单中神居第一位的宋庆龄免 受冲击 平安度过了这动荡的年代 而文革期间 周恩来引机劳成疾 并倒在医院 宋庆龄则把自己家的鸽子弹收集起来 送到周恩来让给他滋补身体 然而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去世 得知消息后的宋庆龄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 然而他这一项未受到了反动派的攻击 说他是恩来帮 当时的宋庆龄顿然火冒三丈 他明确地告诉他们 说我是恩来帮 我就是恩来帮 又怎么样 我不干的 我辞职 这么大年纪 我也该休息了吧 我回上海养老 而后便拂袖而去 乘坐飞机飞回了上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